关于郑亲文夺金的故事 家喻户晓 这闺女长得太阳光健康 英语还说那么好 爸妈得多高兴啊 但是我看大量的关于郑亲文报道当中 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 卢克文工作室关于郑亲文夺金的前前后后这事情的梳理和报道 不当爸妈的你知不知道啊 这孩子牵动父母的心呀 郑亲文的爸就郑建平每一次比赛 他当爹的大老爷们儿 闺女比赛他爹都会哭啊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和他的家庭有关系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 郑亲文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成绩 六岁的时候跟着老爸从老家湖北实验来到北京看奥运会 08年看到奥运会闯入奥运四强的中国女网一族李娜从那起 网球的种子就在郑亲文心里埋下了 在中国你要想成为顶尖的网球运动员 最简单办法就是抄李娜作业 郑亲文就是一直沿着李娜走过的路 他的启蒙教练叫陈鸿鸣 陈鸿鸣的眼睛当中 郑亲文就是罪客古人一个小孩 当时他接受媒体采访 他评价那个时候六岁的郑亲文 他说郑亲文从来不吃零食不喝饮料 说实话他都心疼这孩子 为了网球 牺牲掉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这个孩子他训练的时候不偷懒 永远是第一个到球场最后一个离开 郑亲文后来找到了李娜的启蒙教练叫于立乔 那一年才九岁 然后这一路过来都是有很多历史资料的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 于立乔说九岁的郑亲文跟李娜不同 第一 李娜送到网州的时候十一了 技术能力很快有了初步的想法和框架 但是现在这些方法不能直接在九岁的郑亲文身上用 他年龄太小 还没有进入长身体的青春期 甚至不能做大运动量的训练 但是郑亲文这孩子力量大 可塑性强 在教练的眼里 郑亲文是一个会要球的运动员 日常打比赛 他性格上每个球都争 即便是一些或许出界的或许压线的争议球 也毫无相让 甚至嘴上也不饶人 这个品质非常重要 话说就到了2014年 郑亲文国内同龄组里面已经冠军了 湖北十四届运动会斩获五枚金牌 这时候他爹郑建平认为女儿是与国际接轨这个时候了 所以带着女儿到北京 又找了阿根廷级的著名的国际网球教练 卡罗斯 因为卡罗斯当年带领李娜拿下了奥网冠军呢 后来找了西班牙教练佩利利吧 大家想想这一般人家做的来吗 一般的爹做的来吗 你先说你心疼闺女下得了这功夫吗 你下得了这狠心吗 应该说这位父亲为了培养女儿耗费了大量的心血金钱 从小到大 父亲为郑亲文安排的都是高配版的教练 媒体应该这么报道 郑亲文 父亲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原来不是很著名 现在太著名了 但是培养一个网球运动员太花钱了 刚开始他们家还可以啊 后来财富压力增大 传闻不得不卖掉老家的房子 那么费钱 对呀 我也是看网上说的 欧洲的比赛训练费用每年至少300万 不光是他呀 整个团队的开销都需要付带啊 计票时速 后来为了筹钱 郑建平啊向湖北省队争取支持 经济公司也担负了一些 但大多数孩子是自己掏腰包 所以郑亲文 拿到这个金牌的时候 大家都向他欢呼 你想想 没这么一个父亲 没这么一个家庭 没这么多人的帮助 拿冠军是不可能的 卢克文工作室的文章 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做比喻 最难的不是川普的鞋 不是严酷的气候 跋山 涉水 最难的是没人知道 走了两万五千里就会成功 最幸运的是2019年 在老爹的努力之下 郑亲文签约世界顶级体育经济公司img 这家公司签过谷爱玲 签过李娜 那接下来就意味着更严苛的训练 所以为什么他的外语说那么好啊 高强度海外训练 外国教练 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管制 郑亲文早上4点半就得起床 训练到7点结束 如此 持续大运动量的训练 好多人都生了女儿 你想想你这个爹 女儿奴的爹 你舍得让你闺女吃这么大辛苦吗 光是2020年下半年 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参加了大大小小30项比赛 全年无休 劳动模范啊 现在是世界第一啊 四年前全球排名600名以后 那时候17岁 长时间奔波在海外 辛苦程度啊 一般人难以想象 当然郑亲文争气2022年法网开始19岁 郑亲文就开始 争争日上2023年打进八强2024年进入决赛 然后两度在各种国际比赛当中单打冠军 世界排名从几百位之外 狂飙到世界第七位 钢铁就是这么练成的 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打铁一样 彻底改变自己 有人说 你这么说是不是全是他们家的功劳啊 也不是啊 也不是啊 中国体育增长模式 长期沿用举国体制 就是国家拨款 八篮运动员所有的一切 但是弊端也明显 由于国家拨款有限 能享受到的资源只有少数运动员 形成了掐尖的局面 那网球来说 现在职业运动员每年能拿到奖金的不到4000人 60%的人一毛钱奖金也拿不着 因为奖金要达到一定名次才会有 大部分选手要么是一轮游 要么进入正式比赛的困难 绝大多数都是板凳队员 跟咱们现在在抖音上做自媒体是一样的 跟老胡炒股也差不多 好多人是亏的 90%以上的打球选手 是亏损的 开支太大 团队请不起 好教练也请不起 所以大浪逃杀使道金呢 这闺女得了网球冠军之后 完全可以想象她的市场价值有多大 所有的回报都是值的 但是大量的陪练的板凳队员所有的努力也是值 遗将功成忘谷哭 大浪逃杀使道金 感谢收看 再见